我就是來參加我恩怡的畢業隊伍 都是從親愛的不斷開始過來的 真的很感謝主持人 讓我們一家好 我跟他長得久好 在這邊來一起跟地簽證一起在這邊 敬拜善地來慶祝約束的感見 真的很高興 很慶祝感恩 然後就是建物師 請我們布德派師來一起闖婚做唱的工作 我跟他一起同婚的時候 真的很 從他身上我也看到 長得久愛了幾年 真的也放棄渴漏 真的希望你們在座的地簽證 有機會去簽阿力的時候要找我 我只要我曾經買 等於說 你就買一斤吧 倒住 這好幾點好不好 才買一斤就應該快找得到 在簽阿力不斷開始好不好 然後我們希望你們地簽前衛 有去參 歐洲一起去傳呼音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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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時候特別要請他們太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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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站在這裡的 我心裡是很緊張的 然後他說他是什麼信主的 我也是一個是農村的 然後當我 因為我們家以前是祖宗是信耶穌的 然後到七八年教會 中國的教會恢復的時候 我是一個小孩子 我就跟著他們去信 當我第一天聽到這個福音的時候 說有天堂有地 我就信靠他了 然後 就是說 我接受的時候 我就是先信 有神一路百半熟 然後我嫁給他的之後 他是一個蠻有信的 然後他是一家拜五線的家庭 然後我只嫁給他 嫁給他了我們 我是結婚的時候 就是今天結婚 他明天 因為他以前是補漁的 我們是一個海島的人 然後離台灣很近 然後他是一個補漁的人 那他出去的時候 他每次都要去廟裡面去抽籤 然後他當那一天是第二天的早上 他跟他同學去抽籤的時候 就抽不出來 什麼抽都抽不出來 然後那個 就是那個廟裡面 論籤的人 他說 你為什麼抽不出來 知不知道你們家有人信主 信耶穌 那時候他也不知道 他說 哪裡有信耶穌的 然後他的那個同學就知道 他說 你的老婆不是信耶穌嗎 他昨天 他不是給你結婚了 他說 不可能 我昨天才結婚 我們今天怎麼到廟裡面抽籤 抽不出來 然後其實 真的很感謝神 這一條史詩家的路 其實走過來是很辛苦的 一路上 就這種 有耶穌的擺盤 讓我們就不辛苦了 然後他 有一天 出去的之後去補漁 然後他遇到海難的時候 大年三二十斤出去 要回來過大 過三十的晚上 然後他就是他們全家人 就是一個家族出去補漁 都遇到海風海浪很大 就回不來 回不來 他就再存了 以前有給他說 但你呼喊 就是無論在你困難的時候 困難的時候 你若是有心要呼喊 耶穌你救我 他肯定會救 我就告訴著他 然後他就是很正 有聽不聽 我也不知道 他就把這句話記在心裡了 然後他就 出去補漁 那天晚上就是荒很大 然後海浪很大 他就弄機器 那機器壞掉 就從回不來 他們家人都很緊張 一個整個家族都很緊張 然後他就 他們叫什麼都叫不應 然後他就是 手挨我老婆手心 因為我拿的那個能力表 中國的能力表 混在那個貼在那個櫃子裡面的 也不敢貼在外面 因為他以前是逼迫我的 然後就給他混在那個櫃子裡面 然後他遇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他就 我老婆所信的 那櫃裡面那個神耶穌 你那是真的讓我機器好了 我回去的時候我也有信 然後他是這樣自信的 然後他們後來大年初一他成家 就是我的婆婆他也信了 然後其實他的外婆是一個基督徒 很誠誠的基督徒也一直為他祷告 然後今天走上苦事的道路 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不是靠守我們 乃是靠著神的恩典 一路來擺伴守我們 我跟你們說說 就是主內的弟兄姐妹不要虧心 只要因為有誰與我們同在 若我們在高尚或者低估 神都陪伴著我們 只要我們信他 他會成就大事 因為經常告訴我們說 若一人得救成家蒙福 願神祝福我和你們 him 神經病 為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